当地时间7日 德国汉沙航空的空乘人员因薪酬和养老金问题开始罢工 预计持续两天 受此影响汉沙航空宣布在7日8日两天取消总计1300架航班 大约18万名乘客将受到影响 按计划这次罢工从当地时间7日零点起持续到9日零点 总共48小时 汉沙航空证实7日公司取消的航班总共达到约700架 预计8日还将取消约600架航班 汉沙航空表示会尽可能安排替代航班 受影响旅客可免费更改行程 或者把国内航班换成火车票 11月7日8日这两天总共将有大约18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汉沙航空称 这次罢工期间取消的航班达到了日常航班数的五分之一 一天的罢工估计会使公司蒙售1000万至20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7750万至1.55亿元的损失 而发起罢工的独立空服员工会表示 罢工暂时不会延长或涉及其他航空公司 罢工的主要原因是薪资问题 他们已接受本周末继续谈判的提议 近年来因劳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德国汉沙航空已多次发生罢工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